今天是台股的黑色星期一 在美股下沙千点拖累之下 台股早盘重挫超过400点 台积电更是出现 八个月来首度收盘跌破500元关卡 但浮现的是危机还是契机呢 今天晚上我们要为您揭秘 台积电驻全日本布局日本 在九州细岛复兴大计划的背后 原来台积电要扩大领先的两颗引擎 就藏在日本 台日强强联手扩大领先的秘星 是什么呢 对 没错 今天对很多投资人来说 可能觉得心情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台股如同俊相说的 开盘一度跌了400多点 最后尾盘虽然拉伸起来 但是总体还是跌了352点 收在14926点的状况 又再一次跌破15000的关卡 为什么台股会出现一个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回档 主要原因就是上礼拜五的时候 大家都在寄望说 联准会的主席 鲍尔在Jackson Hall的演说里面 能够释出一些歌派的演讲 就没想到他讲的是个鹰派的演讲 他就说目前整个通膨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他说会继续升起 要平抑这个通膨 原本很多人就认为说 可能这个升息会放缓 但是他的意思是继续升息 所以导致今天全球的股市都出现 上礼拜五美股出现重挫 今天亚洲股市都普遍出现一个 大幅回档的局面 特别是对台币来讲 就感觉到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要升息 就这样很简单 他要升息美国利息比较高 资金一定往美元去 所以你看美元指数来说的话 飙了这20年的新高 本周来说甚至可以上看到 110这个关卡 也就是说这个外资来可能持续回流到 美国的这个状况之下 当然会让台股或是亚洲股市 甚至新兴市场 都会面临到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好 接下来要看谁呢 当然就是台积电了 当台股变成了提款机 换成了美元回到美国之后 台积电今天的股市投资人盯着看 今天一开始下沙跌破500 想说会不会拉回去 也真拉回去了 后来后继无力 怎么看 对 没错 事实上台积电等于是说 再次看到四字投 事实上8月以来的话 其实投资人就没有看过 台积电的四字投 就没想到今天 因为上礼拜五 这个美股ADI也大跌的关系 所以他收在这个498 跌了13.5块 跌了13.5块是什么意思呢 是他整个今天的市值 约莫蒸发3900亿新台币 3900亿新台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座 一座5奈米的晶圆厂 3600亿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好 当然大家很关心的说 这个四字投的台积电 到底是个甜蜜点呢 还是我要出厂点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我们要观察的是 明天有个非常重要 就是台积电的这个技术论坛 它会告诉我们非常多的这个答案 好 这一次的这个技术论坛里面 它会谈什么东西呢 它主要会谈到说一些 先进制程的这个研发 还有相关的这个进展 因为很多投资人都很关心说 你目前的2奈米 3奈米做得怎么样 3奈米是不是符合进度 然后2奈米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GAA的技术有没有办法攻克 甚至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说 你3奈米的订单 目前到底是在哪里呢 那这让我们根据在前一阵子 刚好前几天的时候 这个有外流一张所谓台积电的这个 机密的这个投影片 那这机密投影片里面来说的话 告诉你就是这个投影片 这个投影片来说的话 这个N31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 它的这个上面来说是粮率 粮率在80% 你看一下 粮率普遍在80%以上 也就是说台积电3奈米的 他们代号叫做N3 那N31是什么意思 N31就是台积电 这个3奈米的第一次的这个改良的这个制程 那没想到这个改良的制程 大家都认为说 你N3目前都还没有做的算 还没有出货 那你N31目前怎么样 就没想到他跟你讲 N31目前普遍的这个粮率来说 你看SRAM80 那HPC有80 甚至一个震荡器来说有92 整理在80%以上 也就是已经达成了 可以商用量产的一个程度了 所以这个3奈米抢快 更要确保粮率 这是台积电向来稳扎稳打 持续领先的秘诀 我们就来看到了 今年整个下半年谁能抢头箱 三星抢走了头箱 我们该紧张吗 没错 因为原本一开始的时候 韩国媒体那边哒啦啦说 你看我们三星在6月底 已经推出了这个3奈米的这个制程 的确独步全球 而且它还比较 它说3奈米的GNA的技术 它这个 它们的技术比台积电用所谓的 FinFit的技术呢 它们的技术包括说成本 还要略为 耗能略为降十几% 然后这个所谓效能提升十几% 看起来好像是技术就纯粹 我们都从数字面来说 它真的非常好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量率很差 我们讲台积电的量率有80% 你的量率就是说 你的量率多少 根据目前为止来说 量率可能还不到50% 你这样对客户来讲 你技术再好也没有用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的订单比较多 包括说像苹果准备要用 虽然AMD的 虽然这个Intel的订单可能会delay 但是它也会用 那包括AMD啦NVID啦高通全部都用 你目前三星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三奈米 只有一个号称中国的这个公司 跟这个高通用 其他都没有看到 好回过头来看到 今天的台积电收盘股价 是8月以来第一次看到四字头 所以大家同事朋友就在问 今天的股价我看到的是 危机还是转机 亦或是弃机呢 刚刚你讲到了一个重点 技术本位回到一切就是技术 刚刚提到了一串专有名词 叫FinFiat技术 我们回头来看 日本媒体居然说 台积电的制胜王牌 FinFiat技术是只有高中水准 这是一串五花是怎样 它是我的护国神山 怎么会只有高中水准呢 没错就这样讲到一个重点 明明就是你请我去这个 台积电请我去这个九州社长 你要说我技术是高中生 那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主要是日经中网这样说 他说台积电的FinFiat技术是高中生 那技术略为略输给美国 美国是大学生 那你讲的时候觉得 我们去设查你搞完高中生 美国好像是我们是第二选择 可不可以跟他讲 其实日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台湾的FinFiat 目前是高中生的水准 但是日本的Palomar Fit不好意思 他是一个国小生 也就是说好 我如果直接引进这个大学生的话 那显然是好像 不会走路就想要飞一样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就请进你高中生其实是 他不是贬义 他就说我们要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的来的意思 好那事实上对日本来说 他真的对台积电寄予非常大的厚望 你看甚至连这个Sony的这个 这个半导体的制造社的社长 这个三口宣扬他自己都说 他说我们这个九州的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段 九州是整个日本的细岛 甚至是日本半导体的复兴 他说就是看这座厂了 其实他不是用台湾最新技术 我们讲台湾到目前为止 最新技术已经到3奈米了 但它目前为止 它只有22到28 那你想说这么落后 可是不好意思军先生你知道 日本现在最先进是40奈米 所以如同这个日经说了 我们现在是小学生 你这个是高中生的技术 所以我现在需要用高中生的技术来 你说这22到28没有用吗 我跟他讲不是没有用 因为目前为止22到28奈米 几乎所有的 现在目前为止大部分 你不要用到什么高速运算 那不要用什么通讯晶片 大部分的车用或是大部分的半导体 这个都已经非常够用了 那对日本来讲为什么很重要 你看这是日本的所有 你看日本的汽车 汽车丰田 你看这个日本日产汽车丰田 很多大发三菱这些 还有很多这个什么 瑞萨电子 过去一段时间 日本的九州本身就是一个日本的细岛 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聚落了 今天你看到瑞萨电子是最重要的车电半导体厂 上面都是它的客户 所有的大厂都聚集在九州 是 也就是整个这个 包括半导体的细岛跟整个车岛把它盘活起来 所以这个才说这么重要 日本要发展这个 包括说电动车或是电池来说 非常重要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包括车载半导体 还有电池和马达全部都来的时候 这个当然对整个日本的电动车产业跟汽车产业 具有一个非常指标性的这个作用 今天听到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 师徒你怎么都在讲日本好 你怎么都在讲台积电去帮日本九州细岛大复兴计划 那我到底台积电从你日本手上 我拿到什么好处 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这个局面 为什么对 我们去帮它提升所谓半导体的技术 但是我们需要日本什么 我们需要日本的材料跟技术 什么叫材料技术 我们知道台积电有推出一个叫做3D封装的这个技术 3D Fabric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我们知道 过去的晶片 如果大家知道它是个平面就是一张纸这样的平面 但是未来是一个类似积木这样 这个三度空间的这个状况 在三度空间的这个状况里面 你在封装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用不同的材质去给它整合 但是偏偏在日本是材料最厉害的 所以等于在3D整合里面来说 我们需要日本的技术 所以你看台积电已经去日本的这个磁程线 这边设了一个3D的IC的研发中心 它要的就是日本的材料科技 那你更不用讲 其实日本的这个Sony 他们之前已经并购什么 他们并购了一家Zip的这个 Ziptronic的这个公司 它这个公司是做什么 做什么的 你知道3D封装里面来说 有时候你要堆叠的时候 用不同的物质堆叠 但你中间要有所谓铜线把它封装起来 它就一直的中间 它可以用铜线把它缝合起来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来说的话 它可以让内部的这个 线路的更加的短 那也就符合3D封装所需要的一个IC 那Sony呢 它在2016年就率先推出了 用这个所谓的 它里面用个内部连结的这个技术 铜技术呢 它就把它用在它的CMOS上面 所以CMOS可以3D封装的CMOS 所以它整个价格更低 而且它的效用更好 那这也是我们台积电去日本 想要获得的一些3D封装 重要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这就是一开始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它手上有两颗引擎 要扩大领先 第一颗引擎是原料 那第二颗引擎也在日本人手上 没错 第二颗引擎是什么 我们要注意这种 我们不是讲过吗 美国不是封锁中国的第四代半导体 氧化系的 氧化加的这个技术 那你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 全世界氧化加做最好的是哪里吧 就是在日本 也是日本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 你看包括第三代半导体 包括第四代半导体 最厉害都在日本 那台积电要不要跟它合作 要 当然要跨入这个地理 当然要跟它合作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这个所谓第四代 这个氧化加的半导体 就如同我们讲的 第三代的这个碳化系 它可以让这个整个 包括说像充电量的电流入进率的这个速度 或者说电流的这个容量更大 但你可想而知 这个电力耗损量减少七成 那整个这个电流量可以进来更大 那目前为止来 日商在整个全球的这个 公立半导体的市占率高达20% 那在氧化加的这个市占率 高达60%到70% 那尤其是过去大家都说 这个技术不太可能完成 为什么不太可能完成 就像你在合成这个氧化加的时候 它需要用到一个过去的技术 要用到一个一金属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容器 那这个一 你看这个一 你就知道说这个一定很贵 就没想到真的很贵 那日本他们已经研发一种 不需要一的金属的这样子 所以整个新技术可以成本降到 原本的1% 那这也是为什么台积电 要去日本的原因 我要掌握3D封装的技术 我要掌握第四代半导体 相关的这个技术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七爆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五八分家 五八分家